一百一十二年華南金控盃少棒賽 冠軍賽由花蓮縣強碰新竹線 一路從敗部爬上來的後山軍團 開賽就展現贏球決心 依據上開路先鋒黃一號 敲出左半邊安達率先站上壘包 後續又靠著倒壘以及爆頭 一口氣近站三壘 下一棒高盛凱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游擊方向滾地球 護送隊友攻下團隊第一分 後續花蓮縣又靠寶宋跟安達 幾成蠻壘 陳盛祥補上右外野高飛犀身打 花蓮以2比0暫時領先 而二局上他們又攻下了兩分 建立起4比0的領先優勢 來到五局下 賽前四戰全勝的新竹線展開反攻 二雷友人情況下 羅浩瀚敲出扎實的平飛球 正好落在右外野線上 行程帶有一分打點的二雷安達 追到1比4 三分落後 但花蓮這戰的炮火實在猛烈 六局上又是一連串攻勢 近仗四分 加上這戰先發高盛凱 威風八面 完頭六局就只失掉一分而已 一共只被敲出三隻安達 有效封鎖新竹打線 中場花蓮線以8比1 扳倒對手搶下冠軍 新竹線則是連兩年亞軍收場 而季軍賽 台北市跟台中市的交手 首都大軍一局上就有吳紹宇 把握得點圈兩名隊友的大好機會 敲出右外野二雷安達 送回兩分帶動團隊攻勢 三局打完以6比3 戰得上風 但是台中市任性十足 五局下靠著三隻安達 跟兩次保送 把分數追進到5比6 一分差距還是蠻雷局面 無念經攻陷 關鍵的高飛犀身打 台中市一局追平 形成6比6 比賽也一路殺進延長賽 七局上先攻的台北市 把握突破僵局制 透過強迫區分 以及廖右勝一類防區的 強勁滾地球 把開局一二類上的跑者 統統送回來 而台中市這邊 游擊方線又發生失誤 讓台北市再多得一分 9比6暫時領先 反觀七局下 台中只攻下一分而已 中場9比7 台北市手下季軍 回到台中 綜合報導 這段下 從這裡 是 會 呦 接着